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点视频 熊中玉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一幕 我们见到熊中玉师傅 你好 师傅 今集我想讲讲一些风水的话题 因为在农历新年前 我们见到政府的一些新闻 就是说这个立法会 将会有一个议案 可能会谘询或者谈谈的 就是关于在这个争取那里 就会建立一个超级焚化炉 似乎这个话题 将来都会骂得热烘烘 所以我们率先想请假一下你 除了这个争取 正在营运的宁宽安治所 我们知道其实香港政府 想在沙岭那边 都想做一个超级殡葬城 其实我想先请假一下 超级殡葬城 这个沙岭的 你认为它的风水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来讲 首先我们要明白 香港的来龙在哪里 第一点 香港的来龙就是太祖山 由吳铜山开始落物 经由柏公坳 再分开两支物 一支物是去沙头角河那边 一支物是去深圳河那边 而深圳河那边那条物 就直接落来香港 而这个沙岭这个地方 刚刚就在这个过墨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龙气度的 形成一个回龙固祖的格局 所以在这里建一个殡葬城 对风水来讲这个位置是不错的 嗯 OK 而争取这个位置在位于屯门的以西 即是九龙半岛的西面 那现在在下园八运来讲 还有三年就去下园九运了 那在三园九运的学说来讲 西面的水是不黄塞 亦都不黄丁的 所以最快都去到上园的2044年之后 才有运行 所以暂时就未曾有运的 那这个我说是大局来讲的 但是如果你的悲向当旺线呢 就例外的 这样讲 嗯 那很多的答案 我们看到了 这个沙岭又或者争取都好 其实在一个地理位置上 似乎都会有关于这个大湾区 或者影响到这个大湾区 那为什么争取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吵 但是沙岭有那么多人吵呢 嗯 因为来讲 你说这个 就是会不会破坏这个大湾区风水的问题呢 因为深圳 立极来讲 沙岭是位于他们的正南面 那在南面来讲 九运来讲 这个地方是黄地来的 如果在南方 见到一个超级的笨状城 在南面来讲 是会影响到当地的那个 那个风水的运程的 所以来讲呢 是对于他们的风水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呢 是会衰足20年的 那因为黄地见到墳墙 也都见到一个很超级大的笨状城的话呢 对他们来讲是不好的 是会破坏了深圳的风水的 不过最近林郑呢 就会好像说 会将这个笨状城大缩水 那麽呢 就可能会减少的影响都不一定的 嗯 那麽例如呢 2019年呢 沙岭开始冻土了 冻了那条龙蜜 那麽香港 就立刻就会有这个社会事件 就没有人回大陆 令到羅湖商业城 和全国深圳呢 如同死城 那麽呢 那麽呢 就水淨河飞 直到现在都仍在冻土的 那麽所以来讲呢 都未曾好的 相信呢 直到去起好之后呢 冻完土之后呢 才可以好回 深圳的经济才会好回 可能到时呢 就才会通关 好似是今年 2022年的年中左右呢 会落成 会弄好 希望到时呢 是会好转啦 那麽因为 因为农蜜冻土呢 是很大件事的 例如1983年呢 中国汇丰银行 当时是冻土要重建的 那时呢 在那里呢 是香港 因为香港 农蜜所在的地方来的 那麽当时因为呢 就是美元 对港元的 对9点多的高度 那麽当时有很多人抛售港元 那麽令到香港的港元贬值 后来因为 港元和美元挂了欧之后 才没事 那麽所以农蜜冻了的话 可大可小的 所以不可以冻的 那麽如果是这样说 这个的 增嘴 那麽建一个 那麽大型的 墳化炉 的时候 那麽牵涉到 好像有一些的 湖泊 又要去 改动它 那麽本身 大兴土木 那麽 那麽會不會又 壞到香港的风水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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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 那麽 自我 抑ait 平革 那麽 那麽 所以又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來說 任何焚化爐 對每一塊風水 多或多或少 都會有些影響 如果你的窗台是看到這個焚化爐的話 你可以在窗上養一缸魚去化解 或者是將窗簾下去 看不到就會將煞氣化到最低 師傅 我想請教一下 在這個爭取和沙嶺 你覺得在未來九雲 你問哪一個地方會好些 能夠食住個勢 或者順其而行 如果以兩個地方比較來講 沙嶺那邊的運程會比較好些 因為那裡有一個叫回龍故祖架局 另一個來講 那裡向來講是坐北向南的 所以風水來講是會比較勝一籌的 亦都是看著船的深圳環境是比較好些的 如果你問我兩個地方 我覺得是沙嶺那邊勝一籌的 嗯 OK 所以大家對風水研究上 如果有任何興趣 或者想有些什麼疑問 不妨可以在影片資訊欄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請教一下他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洪中玉師傅 OK 拜拜